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就和大家看些澳門和香港樓市的資訊。 澳門的地產界把幣了, 由於現在的地產市道一般, 再加上其實能夠買樓的人都不多, 大家都是想著留個錢,看門口比較好, 但澳門的地產界就不是這樣想, 他說道應該要重新開啟投資移民, 他所說的投資移民其實就是買樓送澳門身份證這事件。 另外香港方面也很厲害, 施永青說道辣椒是直接可以決定下屆的才爺和特首, 好啊,其實你看到現在的地產佬是好急的, 是急到說話開始語無倫次的, 我們一齊看看吧。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舉行了新春團拜酒會, 會長吳在權有五個建言推動澳門一加四, 他說如果由去年的地產數據來看, 是近四十年來最低的, 就算去年年底政府方面切辣, 去到今年一月份成交量只有二百六十幾單, 全澳門的吉舖有七百幾間, 反映來需市場不足, 亦都預料樓市短期內不會有太大反彈, 當局如果是能夠以創造經濟色度多元的總綱, 在政策、稅務、行政措施等有效檢討和持續優化之下, 相信業界在配合之下就能夠跟隨社會生存到下去。 而地產界總商會會長鍾小健, 亦都形容今年澳門地產市況辛苦, 疫情之後樓市成交仍然未能改善, 成交量相較於2022年再下跌3%, 就算政府對樓市有少少減額, 但個別單位的成交價仍然都是壯士斷臂, 成交量未有增加。 他提到現在最大障礙仍然是印花稅的限制, 沒有外來資金, 而且建議政府完全切納再開放投資移民, 建議要投資商鋪或寫折留, 可以參考香港投資額3千萬, 他期望可以先苦後甜, 但如果政府不開放投資移民, 就無法令到市場感受到甜。 跟住阿鍾小健就說, 明白市民擔心開放類似過往的投資移民, 這班人拿到澳門居民身份證之後, 更多人享受澳門福利而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他建議政府可以為未來的投資移民設立限制條件, 包括必須交稅去到一定程度才能享有某些福利。 其實他最後那段我認為在偷換概念, 為甚麼呢? 誰擔心你拿澳門福利呢? 澳門政府大把錢, 你殺到幾個賭客就有錢, 稅收, 你賭收正常化, 不用擔心那麼多, 你一下子來10萬個人做投資移民嗎? 澳門有沒有那麼多樓給你買呀? 沒有呀!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怕樓市升, 你這些你不講, 你講又講甚麼福利, 現在好好福利嗎? 每年1萬元而已嘛! 那福不福利這件事我相信沒甚麼人會太在意咯,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現在的市房是甚麼呀? 就是呀! 人工又少了, 年輕人沒甚麼向上流動機會呀! 然後這些樓如果開放了投資移民過來買, 拿身份證, 喂! 等一下砰砰聲咁聲咁咁算呀? 你話就說, 買這個舖位寫字樓咩, 你覺得不會影響澳門住宅的樓市? 萬一他們在這住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影響啦! 講來講去, 其實就旁敲側擊, 就想幫自己班友仔出貨, 是吧? 其實這樣講啦, 如果是要特別照顧你地產業, 你地產業現在有幾多個經紀呀? 你地產業是講經紀的嗎? 不是講那班炒家的嗎? 那照顧那班經紀有幾多人呢? 其實如果這個行業是賺不到錢的話, 他們轉行有沒有問題先? 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說他們不能轉行的, 那當初賭廳沒得做那班 是不是都要跟你講一樣的東西呀? 要求政府去違抗中央的旨意, 去令到這些賭廳繼續生存, 不行的嘛! 那這些東西呀, 其實就是為了少部份的人利益, 就犧牲大部份人的利益咯! 那講真啦, 這個這樣的樓市, 開翻這個投資移民,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呀? 那其實當然啦, 如果有樓在手, 或者你有超過一個物業在手的人, 是應該想見到的, 因為樓市會升, 但是個問題就是, 你享受了現在樓市升, 但是之後呢, 你的下一代呢, 你的再下一代呢, 買不買得起樓呀? 樓是用來住的嘛! 那這一樣東西, 其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一直在講緊啦, 這些東西又沒得搏的嘛! 吳在權又繼續講咯, 他說, 鄰近地區呀, 已經重啟投資移民, 而在爭搶人才, 在各地從未停止, 所以, 他們的會就建議特區政府, 官大勢, 謀大局, 幹實事, 認真思考, 適時開放投資居留的政策措施, 等人可以過來保這個人才, 但是我亦都要講多一句啦, 搶人才沒錯, 各方向都對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展空間給人才呀? 你本地人的發展空間都照顧不到啦, 還要叫一班有錢的人才過來, 這班有錢的人才呢, 炒樓呀, 他們過來, 可以有些什麼做呢? 想不到的喔, 那如果你說要這些有錢的人才過來, 他們不用選澳門啦, 大把地方可以選啦, 那如果你說想要真正的人才過來, 澳門都有這個人才委員會呀, 有這個人才計劃呀, 你當過那些樓的嗎? 但其實你由這個新聞看到, 澳門這邊的地產商其實開始急的啦, 為什麼呀? 是急到連這個投資移民都要開始打主意呀, 即是說他們其實是不看好過後市的, 你真是這麼關心你旗下的A準沒事做, 無公開? 還是自己拿著樓, 怕它跌會影響到自己資產呀? 走不撤就人踩人? 我就不知他們的出發點在哪裏啦, 這一點我想大家自己會確認的啦。 講上香港啦, 香港呀, 有個地產代理商呀, 在前年11月呀, 曾經警告樓價或者會跌兩成呀, 是足以形成金融風暴呀, 結果啦, 2022年全年跌了15%, 不止金管局形容香港的金融體系穩健強勁呀, 就連國際貨幣基金都是這樣講呀。 而這一位地產商呢, 在去年1月, 就推測樓市短期見底啦, 認為樓市會出現U型反彈, 結果樓價呢, 在去年4月, 再次回調, 全年下跌6.8%。 那這個報道呢, 其實就是香港01出來的啦, 他講的這位地產商呢, 其實就是講講施施永青, 因為施永青呢, 就是一個訪問那裏啦, 就在裏講啦, 如果你不減辣呢, 你不撤辣啦, 是會有政治效果的, 下屆特首呀, 選不到你呀, 這些說話幾那麼狂妄呀, 好似呢, 選不選到特首, 是由他們地產界去決定那樣的, 那其實, 講真啦, 選不選到特首, 不是地產界決定的, 中央決定給你入不入閘的嘛, 中央不給你入閘, 你怎能夠入閘呢, 講出這些說話呢, 直接當中央透明咯, 看回01的這個觀點寫論, 他說道, 有趣的是, 他說道不能夠斷言切辣能不能夠令到樓市止跌, 但就提到不少人都擔心切辣阻止不到樓市下行, 同時, 他以整個地產界, 將辣椒講到是必須切, 和應當盡快切, 他說現實的說, 業界一美呼籲切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說道, 樓價持續回落, 成交金額縮減, 市民的資金走去做定期啦, 發展商一手貨尾, 已經團職超過兩萬個單位, 美國幾時減息, 不到香港決定, 政治氣氛和輿論亦都好難講, 最能夠講的就只有切辣這兩個字啦, 不管用不用地產霸權這個字眼, 地產商和代理業界在香港從來都是舉足輕重的, 加上一半香港人住在自治的物業那裏, 當中超過六成都是住在私樓, 業界當然就好容易拿跌去做理由, 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這樣就能夠更符合這班人的利益啦, 要求政府是切辣一回事, 但聲稱官員要承擔政治後果, 可能做不到才爺或者特首, 又另一回事咯, 他們不認為司長的試圖會這樣受到威脅, 但地產代理商能夠這樣講話, 恐怕實在是地產霸權下, 香港奇特的政治倫理呀。 最後講到啦, 無法去由切不切啦, 就斷言到官員是否下屆才爺下屆特首啦, 但肯定到的是, 官員有沒有破除利益固化和破除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 是有政治後果的, 哪個能夠令到市民的住屋住得更舒適, 創業機會更多, 小朋友教育更好, 年紀大得到的照顧更好, 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和中央的支持呀。 其實香港01這一篇評論啦, 這個觀點啦, 講得好明白的啦, 講緊, 你呀, 你們, 人家有沒有得做官, 選特首, 其實就不輪到你幫地產指指點點啦。 但是啦, 我們看了這兩個新聞啦, 第一個就是澳門啦, 第二個就是香港啦, 同樣都是要切辣, 然後澳門更加過分的, 買樓送身份證, 是好想好想它開回, 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啦, 其實這班地產呢, 已經是急到啦, 叫做講話, 開始越來越放呀, 特別是, 說不切辣, 或者辣椒就影響了做特首, 那這一樣東西, 其實真是不輪到地產去擔心的, 即不是大家去決定得到的, 不是你吹兩句啦, 那個特首, 哪個人有得選, 哪個人不能做才爺, 就由你決定得到的嘛。 還有啦, 投資移民啦, 澳門投資移民這一樣東西啦, 如果開放了, 會不會令到澳門的樓市上升呢? 那其實退一步來講啦, 澳門的樓是沒有任何吸引力的, 我們收租都不夠蓋息的, 就算是以前低息的時代都不夠蓋的, 那這裏可能它就說啦, 只買商鋪和買這一個寫字樓, 就等它們可以點點點, 又說會影響到澳門福利, 但其實大家擔心的真是不會是, 突然之間多了幾千人, 一萬人就影響了澳門很多的福利咯。 這裏其實對於澳門整條數來講, 都是一個有限數來的, 最主要就不能夠因為滿足少部份人的利益, 而去透支未來下一代的利益, 即是這一個才是最重要的重點嘛。 好啦,那這集呢, 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